東超的比賽跟PTA的比賽不太一樣 在這邊也要跟JJ跟軍藍說抱歉 因為可能今天出賽 然後可能壓制到他們的時間 過去不管好的壞的 其實我都不會太在意 或者是太執足在這一塊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位球員 我還有更多重要的事情 我必須要去做 那我覺得就是在球場上 去表現自己去證明自己就好 敏哥談一下今天在重新出賽的表現 然後以及對比賽感覺是顯 感覺確實還是有點生疏 然後整個自己的狀態可能在 還需要再去做更多的調整 那當然東超的比賽跟PTA的比賽不太一樣 那在這邊也要跟JJ跟軍藍說抱歉 因為可能今天出賽 然後可能壓制到他們的時間 謝謝 你好 你好 TVBS在這邊提問 想請問敏哥 就是今天出場的時候 全場為你歡呼 然後歡呼聲蠻大的 然後也蠻熱烈的 那你第一時間當下的感想是什麼 謝謝 敢講 當然還是很感謝所有球迷朋友 對啊 然後就是 其實自己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主要就是 比較專注在球場上 因為畢竟今天是回到球場 第一天 然後也是第一場比賽 所以就是會比較專注在球場 對 然後反正 最後還是也感謝就是 支持啊喜歡的球迷朋友們 敏哥 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 剛剛在賽前的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那個 毛總有提到說 你回到球場 對你來說 錢不是最重要 是你對籃球的熱愛這件事情 你可以談一下說 你對籃球的熱愛 還有你有沒有想過說 你會怎麼面對輪論的壓力 在這一塊部分 謝謝 那對籃球的熱愛 當然能夠一直 每一年每一年不斷地 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 然後在自己的工作上 又可以 得到了很多的成就 那我覺得這個是 很不容易的 那特別是 對我一個將近可能 在兩三年就要退休的球員 一直要保持這樣的初心 這樣的熱誠 確實 也不容易 對啊 那當然回來 你必須會面對一些 可能 大家對你的 評論 真正看法等等 然後 那我覺得 這個都是 有些事情 你必須要去 承受的 都是 免不了的 那過去 那其實很多 記者也在問我 那 你覺得外界會 對你做怎麼樣的評論 或 看待 那其實 過去 不管好的 壞的 那其實我都 不會太 在意 或者是 太 執足在這一塊 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是 一位球員 那我還有更多 重要的事情 我必須要去做 對啊 好 謝謝 之前有提到 就是 修復家庭的這一塊部分 你們不曉得很方不方便跟我們談一下 不方便有沒有關係 家庭部分 當然就是 這也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 做一個說明 畢竟這個是自己家庭 然後也比較隱私的部分 對啊 所以 還是謝謝關心 希望亮姐 阿咪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 其實 經過事情之後 外界其實 會有一些可能 正反兩面的評價 嗯 那 過往你 你的既定一下給大家 就是一個很自律的球員 那你 會希望接下來 你剛剛說到 你可能球員生涯 生下也沒有既定 你會希望 接下來的時間 利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球員 就是看到你 重新出發的這一面 這樣 謝謝 應該我覺得 簡單來說 就是 就是 在球網上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然後 因為我的身分是球員 那 我就盡可能把我最好的表現 表現出來就好了 對啊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有些事或者 可能有些什麼 不需要再用太多的語言 或者什麼去表達 那我覺得就是 在球網上 呃 去表現自己 去證明自己就好 那我覺得就是 在球網上 呃